台湾的烘焙业市场竞争大 继日本生吐司在台湾掀起热潮之后 现在改换韩国爆红的纸巾吐司也旋风登台了 不过仔细观察 这些从日本或者是韩国来台湾的吐司 他们走的都是高端路线 一份最高甚至要价超过300元 是一般吐司的3到4倍 不过业者认为在产品精致化跟差异化之下 还是有机会创造百万业绩 吐司般的正方卫形 表皮烤到呈现焦糖色泽 但可别眨眼 因为惊喜在这里 一层层饼皮小心翼翼撕开 柔软面包薄到透光 就像是抽纸巾一般 让人直呼有够疗愈 风靡韩国的纸巾吐司 旋风登台 没有吃过像这样子的吐司 对然后它刚好有搭配果酱 蛮有乐趣的 然后你会想要一直挑战看看 除了独特比例与烘焙手法外 师傅还得细心呵护镜 一天的时间 才能让每片吐司一撕开 充满绵密 不过说到同样在台 掀起热潮的 还有它 全程不加入一滴牛奶 一颗鸡蛋 日本生吐司 一口吃下弹牙甘甜 不过看看这些在台 红遍天的吐司 价格都不平价 台式吐司的三到四倍 像生吐司各大品牌 一条最便宜130元起 一片可以来到近百元价 纸巾吐司一路 甚至得超过300元 我们觉得最重要 可以让消费者接受的 就是产品本身的品质 那么也就是呢 它的美味 还有就是它在 运用的这个原物料上 是不是非常的精致讲究 预估呢 在这个档期 可以有数百万的这个业绩 烘焙业市场竞争大 看准台湾人喜爱 求新求变 高端吐司要靠精致 差异化 强供每年高达600亿 产值的烘焙商机 记者傅一文 有产能台北 采访报导 看准台湾人喜爱